直接兩派人馬拿起紅色塑膠椅 就是一陣猛雜 雙方擬來窩望 誰也不讓誰 就在公廟大門口 爆發嚴重的肢體衝突 其實警方早已朝前部署 在現場被有制服和便衣警力 但眼前這群人打架打紅了眼 根本無視公權力 警方第一時間要將衝突人馬拉開距離 但有人還是不斷掙扎 還有同伙上前向警方解釋 不是故意的 試圖要幫忙換家 沒想到突然間又有人繼續打了起來 眼看場面一度失去控制 立刻呼叫快打警力支援 這才將雙方給全宮駕開 雲林北港朝天宮銀媽祖 繞進活動為期兩天 8號中午來到嘉義水仙宮吃流水席 沒想到意外和對方信眾打全架 這裡在高達就在對面那兩天人就衝起來 對 明明是大白天卻公然大亂鬥 就算廟方拿出麥克風哭勸有話好說 還是難以平息眾人怒火 誇張行徑讓附近攤商看傻了眼 但究竟是為了什麼事引爆衝突 因有一方信眾想認識對方信眾 一禁酒時發聲口角進而忽丟一事拉扯 即徒手揮錢 廟會繞境意外變調竟然只因為禁酒糾紛 這群凶神惡煞藐視公權力繼續打 下場則是通通被帶回警局依法就辦 近新聞最好報導 下載近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可惡